你们等了好久的吃人大蟒蛇终于来了 上个月咱们讲世界最大蛇类森然的时候提到 这家伙的体型这么大都尚且不具备吃人的能力 一个先号说的屁大点的宠物蛇能吃人这事就更扯淡了 但当时我也提到 即便如此 这世界上还是存在有能力补识人类的蛇的 而且这家伙还真就是一种全世界都很出名的宠物蛇 这就是咱们今天的主权 识人进入最多的蛇 网文网 在正题开始之前 先给部分杠精们讲个前行提要 什么叫有能力补识人类 什么叫有能力吃人 这里指的有能力是自然界的补识行为 指的是这种蛇有能力把人这个物种视作潜在地物 因为这最符合通常状态下人类的规格 很多人说难道女人和小孩不算人吗 吃了个婴儿不算有能力吃人吗 一旦有人把人类尸体切成块丢给蛇 这不也是蛇能吃人吗 我举个例子啊 狐狸叼走了老虎的崽子 你会说狐狸在野外有捕食老虎的能力吗 然而即使是这样的条件 网文网依旧可以满足 有捕食人的能力这个指标 甚至我们至今得知的唯一一起证据确凿 蛇类吞食成年男子的事件 就是这家伙造成的 2017年3月印度尼西亚苏拉维西岛马木珠镇 一名25岁的农民在其工作的种植园内失踪 在警方和附近村民的合力搜寻下 第二天晚上人们在种植园附近的森林中 发现了一条体长接近7米的网文网 它的腹部膨大的扭曲 甚至可以隐约看到人的形状 巨网被杀死后人们剖开了它的肚子 找到了受害者的整具遗体 这一事件被多家媒体全程报道 新闻轰动一时 很多网站到现在都能搜到这段视频资料 许多从小被蟒蛇吞人的故事洗脑的观众 在看到新闻时不以为然 甚至觉得蟒蛇把人吞了 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吧 然而这看起来正常的事情 反而是这一事件轰动的真正原因 2017年 这才是我们第一次 也是至今唯一一次有明确记录 蛇类吞下了成年男子 在这之前 这种事情都仅限于口耳相传的故事中 虽然吞下一个成年男子是首次被记录到 但网闻蟒吸人致死 甚至吞食妇女儿童绝不是第一次了 其中最著名的是1995年9月 马来西亚男部一名29岁的橡胶工人 被一条接近7米的网闻蟒绞杀致死 当受害者的弟弟发现他时 这条巨蟒正试图吞下他 但受害者体型过大 刚吞下个脑袋就咽不下去了 警察赶到后 连开四枪将巨蟒击毙 2013年12月 印尼巴里岛一位59岁的酒店保安 看到一条4米5的网闻蟒 频繁出现在酒店附近 于是前去捕捉 结果不慎被缠住脖子窒息而死 这条网门逃入附近灌木丛中不见踪影 最近的一起是2018年6月 一名54岁的印尼妇女 在苏拉维西东南部木纳岛的花园中干活时失踪 当晚人们在花园附近的草丛中 发现了一条接近7米的网闻蟒 剖开肚子找到了他的遗体 由于这起事件就发生在木珠镇男性被吞一年后 这导致很多人对网闻蟒吃人上新闻这件事情都有影响 但有人说吃的是男的 有人说吃的是女的 可怕的是这是两件事 物理意义上的男女通吃了术与石 除了这些近几十年明确记录的致死事件 网闻可以说自古以来都是恶名昭著 早在1638年荷兰殖民印尼时 就有记录士兵射杀吞人的巨蟒 并带给总督查看 虽然那个时候网闻还没有被命名 但当地能造成这种恶性事件的蛇猎 也只有他了 20世纪初 苏拉威西也有记录过一位14岁的男孩 被一条5.7米的网闻蟒吞食 1927年 也有说是1910年 一位珠宝商在树下避雨时 被一条6米的网闻蟒吞食 1932年 根据菲律宾当地人描述 曾有一位10岁的男孩 被7米的巨蟒吃掉了 据说整个菲律宾40年间 有6人被网闻蟒袭击至死 这一条条记录 很快成了网络上很多动物爱好者口中 网闻蟒诗人无数的铁证 但其实很多像这样很久远的记录 都类似奇闻异事 听起来就有很大破绽 就比如那个珠宝商树下避雨 被6米大网蛇埋伏在树底也给吃了这个事 听起来就很不靠谱 这个体型的网闻蟒不大可能挂在树上狩猎 啥树啊猪铁的呀 它挂路灯上都未必担得动 这种体型早就在地面狩猎为主了 所以说野生网闻蟒性情凶猛 多次吸人至死这不假 但诗人无数就有点扯淡了 虽然口耳相传的事迹很多 但到目前为止 网闻蟒明确记录把人吞进去的事 就两起 不过话说回来 能作为唯一一种敢这么高频 袭击人类的大网蛇 网闻蟒自然是要倚仗点真本似的 这世界第一常识的名号 便是他们最大的资本 从他们被正式命名的那一刻 这身材就注定不凡 1801年 德国博物学家约翰·施奈德 描述了哥廷根博物馆 在东南亚搞来的两具蛇类藏品 其中一个标本的纹路 是一堆椭圆形的破洞像个漏勺 而另一个则像箩筐一样 是密密麻麻的菱形格子纹 施奈德将它们分别称之为 网闻蟒与灵斑蟒 两年后 法国博物学家弗朗索瓦 道丁发现 这俩蛇是同一种玩意儿 并将其归入旧大陆巨蟒 和承雪尔门的统一归宿 正芒术 这一塞不要紧 网闻竟然在正芒术 待了整整100年 直到2004年 才被注意到它的特殊性 又折腾了10年 终于将它分离出来 成立了一个非常冷门 且神秘的家族 马来芒术 以仗着网闻蟒的存在 马来芒术可谓一人得到鸡犬升天 没有它 估计还真没几个人 听说过这个家族 而网闻蟒出名 就出名在这夸张的体型 其殖民二种成年个体 可以轻松达到4米以上 5米级别的家伙层出不穷 甚至让人审美疲劳到 快觉得5米对于网闻蟒来说 根本不算大个体了 在人工环境下 长到6米的巨物也有一大堆 国内09年就有爱好者 家里养出过6米的个体 到目前为止 有记录最大的一条蛇 就是一只名为美渡沙的人工繁育网闻蟒 体长达到了惊人的7.62米 重158.8公斤 相比较一直顶着 世界第一大蛇名号的森然 后者最常用的最大科考纪录 仅有5.21米97.5公斤 这不由得让很多人觉得 明明网闻蟒才应该是世界第一大蛇呀 再加上网闻蟒本身有几个尺寸 非常夸张的头部腰本 更有人根据这几个脑袋推算 其主人生前体长可达9米 这股浪潮从几年前来愈演愈烈 搞得很多爱好者都开始网传 网闻蟒最大个体绝对能有9米 极限个体10米不成问题 虽然这些数据听起来非常让人激动 但我却不得不给很多巨蟒的狂热爱好者 浇一盆冷水 网闻蟒的体型的确非常巨大 但它远没有网上吹嘘的那么离谱 导致出现这些奇葩推测的最主要原因 其实在于很多科普作者和动物爱好者 根本没有网闻蟒的饲养经验 甚至很多人都未必见过食物 缺乏观察他们的生长生活的经历 所有科普只能通过查资料 看网络图片得来 因而存在很多错漏 甚至是离谱到搞笑的地方 但恰好 网闻蟒是我饲养过的蛇类当中 可以说相当熟悉的了 身边更有很多专门养网闻的朋友 下面我就拿我们这些年的经验 结合网闻蟒的野外调查数据 和上回讲的世界最大蛇类森然做个对比 说说网闻蟒究竟是个什么体型 那些奇葩推测究竟离谱在哪 为什么网闻蟒有这么多大个体 目前还是很难被称作世界第一大蛇 看了上回讲森然的视频 很多爱好者提到他总会说 森然的大个体数据很多都是假的 要么是谣传 要么是蛇皮被拉长了 要么重金悬赏很多年 也没人捕后过大个体 但其实对于大型蛇类的记录 基本都是这样 五十步笑百步 最后就成了西班牙人见到森然 必须十米 印尼人见到网闻必须十五米 国内媒体见到眼镜王蛇必须四米 网闻网的谣传记录也有很多 其中最著名的也是国内营销号最常用的 就是14.85米的桂花 到现在我的评论区 还有人对他深信不疑 但其实这是当时测量的时候 单位写的有问题 后来准确测量 桂花其实只有六米多长 同样网闻也存在和森然一样 拉伸蛇皮造假的问题 皮子宝动员又是他 还有印象吗 上次讲森然的时候说 人工饲养最大的森然 就是他家报的数据 其实他们家还报过网闻的 1956年 皮子宝动员说 他们养的网闻有八米七 结果1963年 这条蛇死亡的时候测量 蛇皮只有七米九二 更离谱的是 这个七米九二 竟然还是蛇皮被拉长之后的结果 测量骨架之后发现 只有六米三五 更逗逼的是 网闻网其实也搞过 和森然一样的悬赏 纽约动物学会提出 如果谁能抓到9.14米以上的网闻网 则能夺取奖金 起初因为觉得 这应该没有什么难度吧 所以奖金只有1000美元 结果后来 接连提升到515000 到1980年 直接干到5万刀 但至今仍没有人 找到这么大的个体 而网闻网在野外的实测数据 也不尽如人意 我找了两份 比较重要的科考记录 第一份分别测量了 印尼的苏门达拉加里曼南两岛 及马来西亚境内 共4个地区 15000只个体 第二份测量了 苏门达拉岛南部 1000条个体的体型 结果两份调查 共计16000条个体当中 稳钢长度 就是鼻子尖到屁股眼 超过6米的 仅有一条 6.17米 估测加上尾巴 全长能超过6米的 也只有9条 根本没有7米的家伙 而体重方面 只有两只个体超过90公斤 最重的一条99公斤 70到80公斤 也只有两条 50到60公斤 5条 40到50公斤 8条 其中第二份 在苏门达拉岛的抽样 1000只 竟然没有一条个体 体重超过75公斤 目前网闻网 最可靠的 两个大个体可靠数据 一条是多年前测量的 6.95米 因为三个月被禁食 只有59公斤 而另一条长7米 重100公斤 反观森然 仅在拉诺斯草原上 测量的近1000只个体 就有两条超过90公斤 而网闻网测量到的 两只90公斤的个体 却是四个地区 15000条为基数 才采集到的 再加上近几年 在雨林区调查 捕获了很多体重 8-90公斤 甚至有超过100公斤的森然 在野生大个体 数量和出现频率上 网闻网与森然之间 的确还有一定的差距 很多人会问 可是网闻明明有很多 体型巨大的人工饲养个体 还有那么大的头部标本 有爱好者套用那些 巨大的人工饲养个体 头部占身体的比例 精确推算这些巨头 生前超过9米 甚至还有专业科考人员 在推特发表过类色的动态 这总不能优假吧 但这就涉及到 国内很多科普作者 没见过网闻实体 不了解人工喂养方面的问题了 蛇类尤其是吞食力 有比较大的茫然 通常用对应追捕的大小 推算体型比较准确 用头部大小套比例 推算体型 可以说非常不靠谱 因为他们的头部大小 受日常吞食猎物体型的影响 非常大 换句话说就是 顿顿吃耗子的 身子大但脑袋小 顿顿吃猪的 虽然身子未必有多大 头先成大了 这也是为什么 即使实地考察的学者 拿到这些巨大的头部标本 也只是像发朋友圈一样 简单说个数 欢呼一波 就很少有下文了 也不怎么做精确论文描述 和模型推算 因为根本找不到合适的模型去套 甚至可以说根本没法算 而这个问题 出现在人工与野生个体之间 就变得好玩起来 野生环境下 由于网文只能见什么吃什么 不能苛求略物大小 所以不得不吞食很多体型庞大的 最终那些野生个体 脑袋倒撑得挺吓人 但因为野外吃饭次数少 体型反而没有非常巨大 普遍中规中矩 上面图片中那些六七米的野生个体 它们的头部都相当巨大 甚至不输那几个大脑袋标本 而人工饲养的个体 饲料都是固定的 没处给它们弄很大的食物 有时候能给兔子 小乳猪什么的 都算非常大的了 很容易吞咽 而网文吃完这些小食物 用不了多久就消化了 马上就要吃下一顿 进食频率大大提高 一年要吃好几顿 还细胶蔓延好消化 再加上人工饲养 缺乏捕食和控制大型猎物的行为 活动量低 最终这些人工个体 都有逆天的体重 夸张的体长 动不动就六米多了 但脑袋却小不丁点 而很多科普作者 则拿着野生的巨大头部标本 对标人工饲养个体的身体比例 去推算这大脑袋生前的体型 这明显是错误的 所以最后才会得到 九米十米的奇葩结果 自己却身心不一 但你和他说 你应该用野生个体 作为样本去运算 不能用人工的 这是错的 他会说 只有用巨型个体的身体比例 去对标巨型头部 算出来的结果才是最准确的 所以我用这些数据 又准确又巨大的人工个体 做比较 而且野生个体 不仅大到足够做参考的个体很少 测量头部数据的也很少 所以只能用人工个体了 但这就出现了三个问题 仔细想 第一 你为啥很难找到 一百多公斤的巨型野生个体 做最佳参考 只能找人工的 因为野生个体吃饭太少了 真没几个能长那么大的 第二 为啥很少有人测量野生个体的头部 因为测这个没用呗 头部大小很难推测真实体像 测也白测 第三 有人反问 那既然这样 为什么这些巨头标本 还都那么认真地测量了头部各处的数据 因为这些标本只剩下头了 还不好好测一下 那还能测啥 所以这些巨头生前 虽然绝对是体型庞大的个体 甚至说接近或者超过8米 都是完全有可能的 但野生个体本来就脑袋大 有谁非要说它能有9米10米 这就纯熟撤单 再加上 网文网生长速度快 人工繁育技术成熟 也有几十年的时间 很容易养出大个体 而我们对森然的人工饲养 仍处于探索阶段 未来能否摸清生长规律 养出大家伙 尚不可知 要是从野生大个体出现频率 与人工饲养两方面来看 虽然网文网是最长的蛇 但盲目的认为 它是第一大蛇 这不是公认的吗 还是为时过早了 不过话说回来 对于网文网这个物种本身来说 只会吹嘘它的体型 和所谓的战斗力啥的 真的太幼稚 也太低级趣味了 人家真正牛皮的地方主要在 它无论野外生存 还是大众娱乐 哪方面都非常出色 什么叫国际巨型啊 那必须得文体两开花 网文网并不是像电影里讲的那样 识人巨网都必须生活在 人际罕至的羽林荒野 数量稀少难得一见 相反作为体型大到能吃人的家伙 网文网竟然是 亚洲种群规模最大 分布地最广 区域分裔最丰富的大型网 甚至是整个东南亚地区 最常见的网客成员 其分布地最北 可以到泰国北部与我国接壤 最南则与澳洲隔海相望 向西一直分布到印度 最东可以接近巴布亚新尼亚 它们不仅生活在羽林中 地地草原和流湖泊都能见到它们的身影 甚至与人类交集颇多 农田种植园甚至城市当中都很常见 如此复杂广阔的分布地 直接将网文网分为三大亚种 四个主产区 细分不同的地域类型多达数十个 其中体型最大的指名亚种 我们刚才讲过了 可以达到7米 而最小的柱物亚种则仅有2米左右 只称为在苏拉维西的塔纳查姆佩岛 想构建起如此辽阔的网文王朝 全都要靠它们极强的适应性 和针对东南亚地区可谓面面俱到的生存策略 与缺乏大型动物遍布湿地大河的亚马村流域不同 东南亚多位被森林覆盖的岛屿地匣 缺乏极度发达的广阔水系 而且大型动物和各类捕食者一应俱全 这让网文王右体很难像森林一样 选择寻游捕猎的方式 因为陆地可不像水中 到处乱爬太容易暴楼 周围又全都是各路奇葩黑社会臭流亡 实在太容易被钉上干掉 所以只能找个落叶堆或者爬到树上躲起来 一动不动守株待兔 有些个体甚至直接跑到了城市和种植园 这种人类聚聚的地方躲避周围的烈士者 顺手成为了铲除入侵物种的重要力量 林一样有时会依托巨大的体重压死 或者直接坠入水中淹死烈物 升到百分之四十到六十 远远高于森林的平均标准 所有这一切最终造就的 而且很多网文王酷爱捕食灵长类 这也成了他们动不动就袭击人类的重要原因 因为在他们眼中 人可能真的就是个裸奔的大猴子罢了 为了适应星罗旗步的海岛生活 网文王对咸水也有一定耐受力 可以横跨海峡跳岛繁衍 可东南亚盛产的不仅有岛屿还有流氓 为了防止被偷家 雌性网文王有极强的互卵行为 即使在人工环境下也个个都是暴脾气 而小网文刚从蛋里爬出来就有六十到七十厘米 这体格直接避免了一大票小型捕食者的威胁 为了在互乱的岛屿丛林中迅速壮大站稳脚跟 他们选择了和之前讲过的 泽聚系一模一样的生存策略 非一般的生长速度 很多幼体只需要一年就可以达到接近两米的体长 直接跃升为当地不可忽视的中型热食者 而他们体型惊人生长迅速 种群基数庞大 分布地广阔 地域类型多样的众多优势 也让他们与人类的关系密切了起来 成为贸易量最大的大型网 每年人工繁育及限额野补 用于制皮食品宠物行业的网文网 达到几十万条之多 尤其是制皮和宠物行业 目前人工繁殖的网文网 已经成为用于皮具生产最多的大型网 这样他们破炸类一样的花纹已经深入人心 甚至变成了一种文化符号 似乎大蟒蛇就必须得是格子纹 只要和蟒蛇相关的制品都是这种花色 以至于陶蟒上卖的 靠似森然的蛇尾巴道具 竟然都是模仿网文网做的 森然本尊都成替身了 而神奇动物系列的纳基尼造型 其实也是直接拿网文网来做的 而在宠物行业 网文网庞大的种群基数 提供了更多野外出现变异个体的可能 这些家伙被送往人工环境下量化繁殖 不仅得到了各类纷繁复杂的花色 数代人工培育 也让他们的性格不再像野外那么狂暴 相对温顺了许多 已经作为许多国家常见的宠物 长达数十年 这当中有一些品系 由于亲代源于体型较小的亚种 这导致他们成年之后体型也更小 比动辄五米的大家伙更适合家庭饲养 最近几年网上特别火的那个黑金桶网文网 就是那个五彩斑斓的黑 它就是这个类型的 还有一些繁育者 则向这个方向一路走到黑 专注于诸物亚种各品系的开发 让那些迷恋网文网的花色 但又没有那么大空间去饲养它的人们 可以获得一条成体只有两米多长的宠物网文网 且有众多品系可供选择 讲到这该说的也都说差不多了 虽然网文和森然熟强熟弱 谁才该被称作世界第一大蛇争论由来已久 但太多的人已经在争论中忘记了他们二者真正最有魅力 最吸引人的地方 那风格迥异的行为和生活方式 仔细想 他们二者的生存策略几乎在每一个细节上都恰好走向了两个极端 网文在海岛丛林中藏身伏击 森然在大河湿地中巡游狩猎 网文专注捕食捕物动物 森然对各种猎物从不挑食 网文竭力吞下任何送上门的食物 森然游荡着挑选最适合自己的目标下手 网文在东南亚的激烈角株中野蛮生长 森然在相对舒缓的南北湿地中缓慢激淀 网文死死守护着自己的每一颗卵 森然在体内静静的孕育着下一代 二者完全相反的一切 却同时造就了两个大洲上体型最大的蛇类 且难分伯仲 所有这些都是演化如给我们的彩蛋 是最神奇也是最有趣的巧合 然而太多人却在口沫横飞的争论体型大小时 忽略了这些 我们的主角网文莽 作为亚洲体型最大的蛇类 分布最广分化最多样的大型网 对于我们而言 这明明凶神恶煞的野兽 竟能在人工繁育下 凭借绚绿多彩的花色 以宠物的身份走进千家万户 不仅要走进家庭 甚至要走进思想 频繁地通过影视新闻制品 等各个方面渗透进我们的认知与生活 将那一块块醒目的菱形花纹符号化 占有着蟒蛇一次在人们脑海中的全部形象 没有任何一种蛇能同时做到这些 这简直就是堪称传奇的操作 当然了 除了一直在续道的这个庞大的体型之外 很多爱好者很喜欢网文网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它非凡的绞杀力 作为全世界最长的蛇 网文网能爆发出巨大的绞杀力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它们灵活强健的脊椎 附着着有力的肌肉 我看着都觉得羡慕